媽媽帶著小朋友來到鄉公署的門口 從鄉樑手中接過紅包袋 一旁兩志吉祥物還戴上口罩跟防護面罩 逗小朋友們開心 花蓮去年的新生兒約兩千人出頭 生育率低加上人口外移嚴重 因此風冰箱從今年開始發放兒童生日禮金 要把人留在當地 就是還蠻開心的 就是小朋友可以收到禮金這樣子 就哪一份錢啊 對啊剛好今年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剛好用那個沒什麼散斑這樣子 還不錯 多少對生活有點忍不住 想要領禮金得要先在風冰箱 涉及滿六個月 滿一歲領一萬元 滿兩歲跟三歲都是領兩萬元 滿四歲可以領三萬元 如果一到四歲都涉及在風冰箱 累積下來最高可以領到八萬元 七月二號第一次發放 一共有17名小朋友成功申請 那能夠平衡我們一個鄉內的一個 平均年齡之外呢 其實小朋友確實是未來我們 要照顧我們的 應該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福利 也能夠鼓勵我們年輕人多生啊 不只地方 行政院也在一號通過 五項的育兒新制 勞工夫妻過去 只能一方申請孕育流停 現在兩人可以同時申請 而孕婦產檢的補助 從十次增加到十四次 產檢價也有五天增加到七天 孕育流值停薪的津貼 也從六成薪提高到八成薪 而另外就是不運證試管育兒的補助 第一次最高補助十萬元 或是每次最高補助六萬元 三地警戒一再延長 讓家長為了照顧孩子 忙得交頭爛額 更有很多人收入受到影響 在這緊繃的時期 推出育兒新制 又或者是發放兒童生的禮金 都是給家長緩解壓力的及時域 TVB的新聞高知宏 佳滿花蓮 蔡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